那是天秤座 那天秤座的特色是什麼 天秤座是一個 比較喜歡鑽漏洞的星座 真的 你可以說他比較聰明 他做事情比較想快一點的達成 那其實不喜歡 循規道舉的情況之下 他會留一手 所以天秤座是一個 那有可能另一半想說 你留私房錢是不是不尊重我 或不夠開誠不公 不坦誠 但有時候天秤座這個理由 也是因為 我覺得你用錢有點危險 我留一手可以救救我 我要給你驚喜 從這個角度去想 對啊 那如果第一名我們來看 雙魚座 眾所皆 當然它是一個感性的星座 所以雙魚座 它是情緒性消費的第一名 所以在他心情不好的時候 他會藉由消費 來換自己的好心情 那所以呢 就是爽的時候 你怎麼花 OK啊 我愛你嘛對不對 心情好 你盡量花 但我不爽的時候 你一毛都不要給我動 所以雙魚座也是 會在你缸子裡放錢 就限制你 今天就是用這樣 因為我短時間不要來跟我要 他會控管錢的一個星座 那剛剛其實這個燕麗姐有講 他講說這個在婚姻當中 其實如果真的遇到 彼此的這個金錢觀 如果不一樣的時候 其實就是坦誠不公地去溝通嘛 可是你知道 有時候我們真的不認同對方 然後談錢又傷感情 兩個人有時候在談的時候 真的不知道 怎麼樣去拿捏到那個 最有效的溝通 然後找到一個平衡點 其實聽到現在的話 我真是覺得我是呢 我老公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我就是處女座嘛 你看我們處女座 這真棒的感覺 對 可以講 那其實我們必須要講 人就是一種慣性 碰到有衝突意見的時候 一定是先 對 那我們在臨床上 其實我們最常碰到 夫妻之間的溝通 最大的問題其實 小三小王好解決 最難解決的就是金錢觀 因為那就是一面價值觀的照妖境 所以把你原生家庭的關係 都把它照出來 所以我常常就 針對金錢這一部分 我常常會先提醒 他們那些夫妻說 如果你不想談感情 或者你想離婚找不到藉口 你先不要去找律師 你先來找我們 我跟你講我們就是來談 好好把錢談一談 這樣就對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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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談好就離婚了 對 所以不想 如果想要離婚 找不到小三小王有證據 你談錢就對了 所以我們這地方就 提醒一個 現在也是應該防疫 所以要把洗手做好 我就提醒一個 洗手乳的一種溝通方式 洗手乳的概念不就是 所以什麼叫溫柔 溫柔非常重要 就是 可是我們常常有情緒 老公你好討厭 為什麼這個月算那麼多 這樣可以嗎 當然是刀子口豆腐心 所以我覺得不防 不防其實因為我們情緒 會跑得比較快 你不防先把想要說的事情 把它先寫下來 寫下來這個動作很重要 你就照稿來唸 事實上會減少 你那種語言上的一種刺激 我覺得這還滿重要的 因為我常常在跟我老公 溝通的時候 我本來比如說想要講這件事 然後處女座就講... 就講到 我本來想講 結果他就講到BCD去 我想說 就整件事情結束 我想說奇怪 為什麼剛剛會討論這些事情 對 我也常覺得我都被風箱被帶走了 對 我們就是這樣 所以把它先寫下來 你這樣才不會離題 也不會口出而言 那殺菌當然是最重要 也就是剛剛燕麗一直提到的 就是還有新皇他提到的 就我們本來事前就要先規劃好 你事前約法三章 你事後就說到做到 而且這種事情 你不要說等到夫妻 你事實上在談戀愛的時候 你就從這裡面去看到 他對方原生家庭那種問題這樣子 那最後其實不傷手的概念就是說 我們真的有衝突的時候 第一個真的 這麼笨 真的沒用 才賺這麼多幹嘛 不要貼標籤 這話非常傷人 對 那第二個 其實 有時候常常都說 都是你給家裡太多了 幹嘛等等這些 這種其實滿傷人 最後不要講說 那不爽我們就離婚好了 我跟你講 尤其是在做一些 家裡的財務規劃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時候 真的就是大事 因為大家有短期的目標 還是有遠期的 所以在做這些規劃的時候 有發生過爭執嗎 不是吵架 它是溝通 因為我跟老婆一開始 就是我老婆算家庭主婦 那嫁給我以後就沒有工作了 然後所以我都會想說 她是不是一個月給你多少錢 我們講好 家用 然後家用 然後說不用... 我沒有再給你拿 第一個因為我覺得這好神喔 後來我發現 現金拿得少 都沒有刷了 對 現金拿得少 然後後來但是 處女座還有七十 處女座還滿大人的 就不好意思說 整條一條一條跟你對 那種很討厭的那種感覺 對 這樣好像很計較 我知道我不會去這樣跟她對 所以我就跟她說 那妳大約用什麼 她就說沒有 就用家裡的事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問 那有什麼不清楚的嗎 對 然後我又不好意思 拿那張咖啡的那個過來 對 然後後來還有一個我才發現 這個3C喔 這個 妳雖然年紀大 3C還是要會用 她也是跟我吵架 她就電話拿了 出門了 只帶手機了 鑰匙也沒帶 錢也沒帶 錢包什麼都沒帶對不對 能待多久 對 到了晚上還沒回來 很有骨氣喔 處女的情緒是很快 處女就是她一把火燒完 馬上瞬間就結冰了這樣 我可以跟妳暴怒 然後完了以後 對 對 妳在拿 這麼久還沒回來 然後那個不好意思 今天都是我不對 處女說後來第一天講 真的假的 我老公每次講 我就覺得她有神經病 不是 她是真的 不是 處女就來得快 去得快 她講完就沒事了 然後後來她回來以後 吼回來了嘛 她跟我說 妳以後不要再惹我生氣 我說好 我今天出去花錢 我說為什麼都沒帶來花錢 原來那個手機 什麼什麼配的 現在手機就可以直接 直接ㄉㄧㄥ的 你不知道啊 對啊 我那一天以後才知道 很多配喔 都可以付 什麼都買 我那一天以後才知道 滴滴滴就可以刷了 後來我發現我們的那個 用錢方式是不同的 然後後來我們就把那個 所有的 一個月可以用多少錢 我們兩個可以用多少錢 除以四 一個禮拜可以用多少錢 你三 我七 然後七是包括所有 三是 但是你怎麼用怎麼用 不可以 不可以再拿 好 但是她都 她都沒有用完 都用不完 基本上我覺得其實很好 就是大家都慢慢開始 去討論到 就是一定要先把一些 規定設出來 其實真的就是醜話說在前頭 之後反而不會有糾紛 可是有時候那個規定 也不要搞得太嚴格 那那就不可能 所以那就有一個案例 它是滿嚴格的狀況 但是一開始一定是好意 就是說太太 她是比較管先生的這個錢 她一天只能讓她花一百塊錢 讓她先花一百塊錢 一百塊 我覺得這個就是 一百塊早餐都不夠吃了吧 早餐吃家裡 她就算過 譬如說 你有些東西在家裡就好 你可能只要吃中午 那晚上就是回家吃飯 所以就是一百塊大概夠用 那其實我就要說 就是大家不要覺得 就是如果你是老婆 你覺得你看我把我今天管得很好 你看一百塊兩百塊 她都沒反抗 絕對有問題 怎麼可能 因為那不是一個人 可以生活的方法 因為這變成一個長期的壓抑 對 它不可能 就是說人再怎麼樣 好比說我在公司裡面 然後同事說今天來訂雞牌 沒錢對不對 所以其實老公一定想方設法 他怎麼樣 他就很簡單 他就在他的這個薪資 一開始發下來的時候 就先多扣一點 就藏一個私房錢 藏個私房錢 那藏私房錢藏在哪裡 藏在他這個車子裡面 貼起來 偷偷藏起來 藏在車子 就有一天不見了 你想天啊 今天天風地裂對不對 那怎麼辦 後來怎麼找找不到 天風地裂 他有問 他當然有問他太太 有沒有看到哪裡有一個信封袋 什麼什麼 沒有耶 沒有 都沒有看到 他報警 他就被偷走了 切到嘛 報警 警察來 彥指紋 結果就是他老婆拿走的 對 他老婆後來承認了 對 是他拿走的 好尷尬 幹嘛不叫警察錢 就趕快承認了 對 他老婆不知道那個指紋 可以查這個事 對 他老婆 後來就承認 其實但還好 還好夫妻間的這種 切到案件 他是可以撤回的 如果是一般的切到 是不能撤的 可是後來發生了一件事情 他先生就忍不下去了 就是說 有一些特殊的支出的狀況 所以先生就從戶頭裡面 領了一千塊錢 好 需要用 那花了 那剩了五百塊 那就留在身上 就被他老婆發現 你為什麼 有多這個錢 對 你只可以花一百 抽了四百出來 兩個人就大吵 因為他老婆就覺得說 你拿錢去哪裡 你要幹什麼 是不是在外面有小錢 他四百塊能幹嗎 我也覺得如果五百塊 可以換來一個小三 應該也是滿厲害的 越南也沒那麼便宜 真的可以 我想一千塊 應該是沒有辦法 對 那先生也稍微有點覺悟 這樣也很沒自尊心 對 而且就覺得說 其實太太這邊的話 一定就是她也 可能也許在心理上 已經有一些疾病 她的不安全感 嚴重到太過度的程度 所以最後 兩邊目前是分居了 那還沒有到離婚的狀態 所以像雨柔的話 那你怎麼去跟你老公 溝通這個 是因為像我老公 在跟我在一起之前 我知道她的狀況是 因為她不就是負債嗎 可是因為她是選手 所以她其實跟我在一起之前 她是長期住在國外訓練 她是不在台灣的 所以我那時候才知道說 原來她在國外生活 那段時間 在沒有工作的情況下 她的錢都是借來補這個洞 然後再去借 再補一個更大的洞 她就是一直在過這樣生活 然後去持續她的 你知道追夢人生 那在一起之後 一開始當然我會有 不安全感覺得你不可以這樣花錢 就是所以為什麼 我會想要幫她管她的帳 久了以後我會覺得 還滿累的原因是因為 她好像也心不甘情不願 雖然說表面上 都每個月把錢拿回來 然後她看我買東西 我又會覺得說 其實每個人都會有購物的慾望 我好像不能剝奪說 因為妳現在負債妳不能有 對 然後久了以後 其實很常會因為金錢的事情 就在吵架 那我就覺得 那我們要各退一步 就是妳至少要做到最基本的 妳要答應我要做到 就是我們生活開銷 一半妳每個月 一定要自己想辦法 對 那其他的錢我不想管 那如果出去 妳們要約會呢 那錢誰付 就是如果是特定節日 她當然就是要 我不會要求她一定要買什麼禮物 因為平常我買給自己的禮物 已經夠多了 所以我覺得 妳也不要有這個壓力 就我真的不缺東西 就可能去吃飯付錢 就這樣而已 那平常生活 妳要怎麼用 妳錢不干我的事 我覺得這樣 我們就會減少那個爭吵 就不必要在那邊這樣 鬥來鬥去 因為我幫妳管錢 我沒有要花妳的錢 妳就是存很多 又不是我在花 我懂 對 有時候 有時候她 她本身會覺得說 那既然妳沒有要花我錢 妳為什麼要把我錢咬這麼死 因為妳會老啊 妳來了 妳講個 媽媽過世紀的案例 就是她突然要出國訓練 對啊 然後她身上沒有錢 我就說那是不是好險 我幫妳存了 真的 妳可以拿這個錢去 去做妳要額外的 來開銷 對 要來應付一些 她並沒有當下就學乖 說有錢真好 對 她是覺得說 但是做的人是吃力不討好 因為妳會像老媽子一樣 一直要盯這個盯這個 對啊 我自己花自己賺的錢 那麼開心 我幹嘛管妳的啊 還有一句話 對 要來炫耀 對 對